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收看美麗星唐伴 王明虹厭倦的隨著工地移動居無定所的生活 於是轉行經營有機商店並兼做餐廳 他喜歡以五種不同顏色的蔬菜搭配料理 強調以少鹽少油的自然原味 是否能夠兼顧健康與美味 一開始來品嘗 其實一間餐廳它重點真的不是只有在好吃 怎麼樣讓每一個消費者吃的好吃之外 又能夠兼顧健康的話 我想這是當然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經營的理念 好吃又健康當然兵煮盡歡 不過健康要靠老闆王明虹來把關 而美味與否需要讓顧客來評鑑 只要他們有開 我幾乎都會爆到 而且我都自備那個容器 自己的容器 因為我對油的要求很嚴格 吃到不好的油會頭暈 那因為它的油是我吃過的店裡面 是不會頭暈的 那還有它的素食的料理有 它的顏色配色上 讓吃素的人會覺得有一種滿足感 看起來很多顏色 然後吃起來食材也很新鮮 然後就很好吃 它其實跟葷食沒有太大的區別 就吃起來很順口 而且它會讓我覺得它很新鮮 這邊的餐點我覺得吃不膩的原因是 他們很用心常常在換菜色 它的烹飪器具才是讓我驚訝 因為它的烹飪器具跟一般我們在家的 都還要更高檔 它也就是說能夠盡量能夠保持這個食物的原味 不會流失 走進王明虹的商店 冷藏櫃裡裝滿了當令的各類蔬果 這物價上擺放著各式各樣的商品 王力走是餐廳廚房連在一起的開放空間 座位不多 但卻瀰漫著一股菜香 有機商店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本來就有這個有機的農友在做配合 那也有一間就是有機的配銷公司來做配合 所以我們在那個食材的取得的話是相對比較容易 那另外因為要因應這個餐點的一個變化性 所以我們雖然八成左右是有機的食材 但是還有大概是一兩成的部分是屬於 可能是產銷履歷 獨銀建技術系畢業 在銀建廠工作的王明虹 厭倦居無定所的生活 所以在十多年前改行投入有機產業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產業是因為 喝了一杯這個有機的根莖蔬菜汁 覺得說哇怎麼會有這樣的商品 怎麼這麼特別 那有一個朋友他已經從事 兩年多了 那他們就是經營這個有機商店 跟餐廳的部分做得非常的成功 那就跟他們學了這樣的技術 就開了這樣子我們這樣的有機商店跟餐廳 開店之初王明虹只是把餐廳當成複設的 可是近年來多次食安風暴 帶動有機市場的蓬勃發展與競爭 經過評估後王明虹重新調整餐廳的定位 就是把餐廳定位為非常重要的一個部門 那我們就另外再去重新投入了比較多的人力 那甚至餐廳的裝潢也做了稍微的一個改變 採取這個開放式的一個設計 客人都直接看得到我們自備餐點的一個過程 所有的資訊都公開化我們所用的食材 有機的部分是佔多少 那一般的是佔多少 不只如此 王明虹還認為有新鮮的好食材 也要有好的鍋具 才能煮出食物的美味 太過於高溫的話 其實有一些營養素都會流失 甚至於變成好的油變成不好的油 非常幸運的我們有找到一個不鏽鋼的鍋具 它可以保有食材的原味 另外它在烹調的時候不需要太過大火 它是利用慢慢的中小火把這個食材 它本身的水分逼出來之後 水分逼出來其實蔬菜的甜味就會提高 至於餐點的料理 王明虹特別注重食材的多樣化 他不但強調天天舞舒服的養生理論 還融入中醫五形五色的概念 就像這一道五色蔬菜拌飯 其實如果一頓飯裡面能夠吃到 五種以上的蔬菜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架構之下 跟中醫也談到所謂的五形的概念 青黃刺白黑 有我們的綠色葉菜 有我們的玉米筍 有我們的紅蘿蔔 跟我們的這個是杏鮑菇 把它用手撕成這個絲狀的 再來木耳都是切成絲狀的 那我們的菜下面呢 是拌上我們的有機糙米飯 拌上我們特製的這個香菇拌醬 跟我們一個日本的國民蔬菜 叫做陽溪菜 它是非常好的一個高鈣的一個海藻類的食物 王明虹說這道拌飯的蔬菜可以一次煮熟 非常方便 客人也可以買食材回去自己動手做 另外針對到這邊都是蔬菜類為主的話 蛋白質的部分 我們就是用上我們店裡自己手工製作的三色蛋 就是有用我們的新鮮的雞蛋跟皮蛋還有鹹蛋 來補充這邊所比較缺乏的一個蛋白質 那也有客戶是吃全素蛋不吃的 告訴我們的時候 我們這個蛋的部分就會幫它換成豆製品 再看這些已經洗切完成的備料 豐富多樣色彩繽紛 它是今天養生減餐的食材 王明虹說只要食材新鮮 加上簡單的調味就很美味 看得到我們的小黃瓜還是非常的翠綠 顏色是更鮮豔 那我們上下翻炒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調味 像我們的玄米有一點點蔬菜要有 有一些營養素是要透過油脂的一個融出 那調味料的部分都是以鹽巴 或者是我們的天然味塑為主 我們每天一定要做這個紀錄 把每天午餐所供應的菜色 晚餐所供應的菜色把它紀錄起來 那盡量去避免說太快的一個重複 讓消費者來吃蔬食餐的部分 他也覺得說吃得很滿足 值得一提的是 王明虹的餐廳還有一項特別的服務 就是外帶便當 他的菜色跟內用的簡餐一樣 但是價格卻便宜多了 我們的策略是這樣 客人他可以透過在點我們便當 我們在製作的時候 他可以要等他有時間來逛我們的商店 那我們商店的這個店員 就有機會來跟他介紹有機的商品 能夠有機會來讓他對於有機食品 產生更加的更多的興趣 便當的部分其實就是我們每天限量的一個 減餐的一個外用外帶版 那裡面就是有四道菜 另外還有一道非常簡單的原味蔬菜湯 它也可以變化出多樣的口味 就是高湯呢跟所有的這個五顏六色的蔬菜 像我們的玉米 像我們的紅蘿蔔 像我們的這個猴頭菇 像我們的香菇 還有我們這個海帶 還有我們的那個豆製品的話 像我們的豆腐 就全部把它丟下去一個湯鍋裡面 讓它慢慢的燜煮 火不要太大 慢慢的燜煮 把蔬菜的甜味熬出來之後 第二個階段我們是下了我們的綠色蔬菜 那如果想要做變化的朋友就是比如說你一半的高湯加上我們的鮮奶 或者是我們的豆漿就變成另外的口味 或者是也有人來加一兩匙的這個味噌 就變成味噌的口味 在同一套理論的架構下 王明洪設計出多種不同口味的餐點 不管是飯類或麵食 都是以五彩繽紛的蔬菜來呈現 除了強調多樣化的營養 還盡量保持食物的自然原味 王明洪表示 為顧客的健康把關是他的堅持 但他也要繼續努力 希望能經過餐點的健康與美味